大江这家公司真的很神奇 我们平常见到的可能都是他们的名品线 这样的无人机你肯定很熟悉 那他们有没有别的产品线 董华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说 大江有像这样的 这个叫做行业级 他们有一些音响 有一些灯 但是整体长得还是差不多的 那有朋友会说 大江这么大的公司 他们只做这些东西吗 当然是错的 你看看面前 这也是大江的这个产品 这是他们的一个运载机 它的这个臂展比我的手都要长了 超级离谱 那这一次我们想做的 就是这里来看看 大江除了这些小飞机以外 所做的一些重型的无人机 虽然听着很像广告 我该怎么证明我不是广告 我有一种 这个 Insta360 Insta360 公平公正 我们非常自然的 非常真实的和你讲一讲 我们体验这些超大型大江产品的 实在感受 这就是专门货运的无人机对吧 对 它很多地方不适合降落 我可以用它飞机补降落 把这边的物资 对 方便面直接就放下去了 可以投蛋了 鸡蛋 可以投鸡蛋 对 它能够运多重的东西 两块电池的话是30公斤 我也可以拔掉一块电池了 临时增加载重就是40公斤 这个电池有点吓人了 只要在30秒把它放回去 飞机它是不会断的 直接就能使用 哇 哇 去 这个讲真有点赛博了 但是讲真的 你会发现它这个讲业的声音 其实没有这么响 它更多是低频的 没有高频的很烦的声音 是的 这是不是研发的时候 也花了心思去想的 就是防止扰民或者那些 原来没响吧 这家无人机背大江叫做 Flycut30 名字不重要 重点在于这是大江对于低空运载的探索 所以目前这个产品线 只有这一款 售价89999几步 另外如果说你想要合规的飞它 那必须要拿到中型民用无人机的执照 你才能够飞行 虽然在李老师的操控之下 它看起来非常的稳当 很好飞 但是你要知道 这架无人机满载情况之下 是95公斤 将近200斤 那我们飞最大的航拍无人机物3 也只有8斤 差的巨大 而且它能够飞到1500米的高度 持续飞行十几20公里 但听了这些数据 你还敢飞它吗 这种炸起来不是很吓着吗 其实还好 这飞机有降落伞 所以说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飞机本身出意外了 它直接开伞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想让它主动开伞 也可以直接一键就开伞 哦 你看它这里有 没必要 第一次见到 打枪的 我以为是伞民是红警里面的机能 我觉得我提个意见 这个开伞的按钮 做得太多人想按了 所有玩特效伞游戏的人都会很想按一下这个 你不说我第一个按的肯定是这个按钮 不是录机 最想按的就是这个按钮 这个降落伞当然是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况 毕竟按一下相当于10万块钱打的水漂 所以大疆给这架无人机还配备了双雷达 双视觉 相比正常无人机更多的避长系统 来确保飞行时候万无一失 那同时这架飞机还有个更简便更好操作的心态 就是货箱模式 最大容量能够到70升 那我和李思维盘算了一下 用它来送外卖 可以看一看人工和无人机 到底哪个会更快一点 我原本以为无人机一定是胜券在握的 但是比赛刚开始 我们的飞机就因为网络调适 没能够及时出发 咋了 要稍等一下了 没有联好网 因为它网络需要实名认证 我这个速度怎么跟飞机比啊 人家都是直接直线飞过去的 我在这个路上弯弯绕绕的 我们能追上他们吗 我们刚才让了他几分钟是不是 对 让他得有个5分钟吧 我来取我的外卖 飞机还没来是吧 我赢了 0020 迟到了啊 还想赢我外卖王 心跳加速 没事 已经到那边了 他们装好之后给我说一声 我就可以一间起飞了 要等他们那边说好了才可以回 是的 心跳加速 我一点都不慌 拿什么跟我比啊 一点声音都没有 感觉被我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还有一公里 李思维应该在个竞速赛 看谁的降落快了 不行 我们一定会赢的 帮他拦住 我们的飞机来了 哇 李思维 No 这不是剧情 真的李思维只领先了 20秒钟 虽然结果真的很戏剧 这李思维最后一刻居然赢了这架无人机 这是没有剧本的 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 那大江的老哥李老师也非常受挫 比完之后在旁边复盘了半天 但是说真的这个比赛是不算公平的 因为一开始无人机的调试 还有取货时候拍摄设备的调试都花了不少时间 让了李思维10分钟 所以他才获得了一些优势 而且为了避开居民区 所有的路线都选择了绕行 不然会更快一些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无人机送货的第一次部署 也许会复杂一些比人慢一点 但是之后的话 他的优势会非常明显 有一个人我非常想打电话 你卖给他怎么样 是我想的那个人吗 喂 爸爸 我和李思维想卖你一个大江的飞机 潘总啊 这个飞机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送快递绝对是好的 我们刚才测试了一下 就是它跑得比那种外卖的电瓶车 跑快太多太多了 而且根本不会有什么红绿灯 根本不会堵车 我觉得贵公司必须要配备上 这么先进的配送方案 你觉得对你们有用吗 什么场景有用 特殊场景 比如说一些山区啊 海岛啊 就是车辆到的比较困难的 或者要绕路的这种场景 只可以 好的 那你钱赚给我 我以后看时间给你发货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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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还是要有的 好的 这个不愧是职业经理人 你就听上去想答应你 但实际上你啥也没拿到 他说什么了 还只跟我说梦想很重要 对 不是 你看我爹发来了一个视频 还真是 他就是这家 他们已经买了 这难道就是做父亲的艺术吗 确实 嗯 装作不知道 damn 这是一台叫做matrix 4T的这个无人机 为什么要叫matrix matrix中文叫什么 惊鬼 它会比我们常见的消费级无人机 多了很多边际的功能 在实际飞行过程当中进行喊话探照灯 红外激光雷达测距等功能 你能喊一句是什么 可能会人耳要保护一下 为什么他会说我的话呢 我已经很难说是因为这段文耳比较刺耳 还是他声音太响 那假如说李思维他把耳朵堵上了 我要用莫斯电码用闪灯给他说话 可以吗 可以了 我感知到了 有一种在走红毯的感觉 不是红毯 是感觉你要被捕的时候就已经被按住了 你感觉你知道吗 犯罪嫌疑人李思维以支拿归案 那我要卖东西 叫卖模式 杭州新耀传媒有限公司 回收 彩电 冰箱 银杰 举起手来 你被包围了银杰 银杰我在天上 财务的账本都掉了 这太强了 然后还有什么 它有激光雷达测距的功能 点击测距 有辆车 这样货车 对 我们锁定掉这个 然后点击跟踪即可锁定 这个有点像以前那个逃犯的 你知道吗 那个追踪的那个 所以你看你可以变焦吗 我可以推动我的杆量来辅助他来进行向前 李思维这个太真实了 他能有自己的模型认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吗 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的思维老师 这画面太震撼了 李思维你能不能再左右动一下 我想确认你不是因为在C位 所以他才认出来的 他认的吗 是的 他完全不检测这些图 只检测你 所以你们真的会用他来做这种训练吗 是的 这也是得益于您的软件团队 对于李思维人脸的采集和训练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软件了 你看 他怎么把它认成李思维了 他脸上全是李思维 我们这个模型训练的有点问题 李思维和我看起来虽然很胡闹 但是MT4T在行业应用中 确实还是很重要的 灾害救援 执法侦查 建模测绘 电力桥梁巡检等等等等 都能够见到他的身影 那同时 常见的这些摄像头他也都有 甚至还有热成像 那你听完之后肯定会说 那么这么好的东西 我能不能买呢 那答案是可以 但你应该不会 因为MT4T加上这些配件 价格要4万多块钱 比这样一台差不多大小的玉三 要贵上很多很多 所以你觉得作为个人去买 你觉得它划算吗 那在行业应用之中 并不是所有的无人机 都要靠人来操控 那自动化的方案 我们公司其实也有的 就是我们楼顶那个机场 但是没想到短短三年时间 大疆已经迭代到了第三代 现在有专门为这个机场 所开发的无人机 就是MT4T的兄弟 MT4TD 功能是几乎一样的 不可折叠 但重点在于它不但可以单独使用 能够防水防尘 还可以和这个机场来配合 甚至这个机场现在到了第三代 可以装到车上 你带着它到处跑 和科幻片差不多 这就是我们整个园区的地方 然后逻辑上我们想的话 现在就可以让后面这个机场打开 然后无人机可以直接起飞 点设定 点确定 点一键起飞交给你 起飞 机场打开了 这个声音我熟了 因为我们公司楼顶 是有一样的这个机场 但我们的是一代 那我们把这个偷偷装上去 然后把一代装回来 反正是个点子 但一代更贵了 这样吧 走了走了走了 它有直播的 你点 你直接可以二维码 分享给别人去播你的那个 你可以做主播 还挺清楚 还挺流畅 这个有点东西 你想就是他们说啊 已经有人在拍日照金山 就是每天这个车停到那边去 然后去给人直播 就每天早上去直播 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 这个matrix 4D 咱们老哥告诉我们 你按空格键 它就会机停 然后Q和E是转向 就变成玩游戏 这样超级简单 可以做园区保安 我们可以检测 它可以就帮我们拍 每天有多少粉丝 会走到我们公司门口来 还可以跟他喊话 假如有粉丝 偷偷游 你看到很多人潜入进来了 这里报警了 你跟他喊什么话 谢谢你们的支持 目前这个版本是单机场的 其实还有双机场版 对不对 对 就假如想要让他一直24小时 不间断的这样轮转 对可以的 你想要是我小时候 我买了这两台机站 我爸妈回来 5公里以外我就能侦测到 哇 那等他们回来这个电脑机箱 已经冷了不能再冷 对啊 就摸上去是已经冰凉的了 就以前没有任何方式 可以解决这一招 但是如果小时候 你能够买两个这个机场的话 可以做到爸妈摸电脑 完全是凉的 到了这个场景 其实不难看得出 我们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台无人机 也许你听说过大家有个叫做 DJI Agriculture的这个部门 这也是李老师 你们团队这边造的无人机 对也是我们团队的 首先它的尺寸就更大 它载重的话其实也会更大一点 到了喷洒的话可以到75公斤 我差不多 正好75 也就是说真的要吊是可以把你吊起来 虽然它不能吊你 但是它可以把你吊 没错 那它这么才75公斤的这个这个药量 它不是一下就打完了吗 你说才75公斤 你知道你身上现在背的这个多少公斤 不知道 还背了19升20公斤 我都要背断掉了 贼重 你可能很想想20公斤一直背在身上 然后是这种没有什么人体工学的背带 是的 是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穿成这样 我觉得上次外卖比赛 这个胜负封得不够彻底 那这次我们要在农田上面继续决一胜负 我和李思维两个人对局你一个 可以啊 那我感觉拿个凳子坐着等你们打完吧 我们先打 那不行 你剪 开封 开始了 我感觉这个农药自己撒的问题在一封一滋 全滋到自己脸上了 这也太快了吧 你看它在怎么撒 你看那边 你说你往背后看 专注自己 这太抽象了 它怎么撒这么快 比赛还没输呢 这个水越喷越少 我们的负重就越来越低 是 所以比赛越到后期 我们是越有优势的 哇 这太累了 别按目的 要死了 而且我们两个实际撒到的可能只有差不多00.8亩的 飞行时间用了5分钟 作业面积是28.8亩的 你看它这个喷完之后还战绩可差 虽说这个视频不是广告 但我必须得说 这个T100无人机和人的差距有点太大了 就是那种代差的级别 反正我是根本没法和它去比的 我本来以为这个东西应该巨贵无比对吧 你应该这么想 你猜多少钱 李老师说 这种农业无人机卖6万块钱 那6万块钱 你就可以买到这一架 一分钟能喷洒40升的无人机 覆盖宽度达到9米 如果中途没电了 只要像这样冲上9分钟的电 它就能够完全的充满 那农药撒完了怎么办 自动返航 等你加完农药 它还能从没打完的地方接着继续打 而且对于农田 果园里面特别让人头疼的电线杆 避杖系统它也都有 所以榨值的概率并不高 那对农业工作者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解放 而且因为操作简单 你去考一个农业无人机执照也不难 但是它有缺点吗 也不能说缺点有个限制 它飞行高度是30米 这是它最高的范围 所以你不用指望的用它来进行航拍 更不可以载人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 我终于花了30年走到了这里 这边是一个虾糖 应该是有很多养殖场 现在就用这套方案 再给它们喂料对吧 像现在小龙虾螃蟹都会有很多 用无人机开始撒饲料的 它这个糖子今天撒的用量不是很大 它是20斤大概7亩跌 那请问比我自己手撒它好在哪 快啊 飞行的话只花了1分28秒 1分28秒 对 这个糖里面的几千斤的龙虾就够吃了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还在洋洋自得 我们用这个东西能拍一个长焦画面的时候 有几万个大波就在用它给你养小龙虾 太有实力了 虽说飞行高度有限制 但是这玩意大江也给它加上了一个调运功能 比如说现在这个场景 这样一片水糖 忘记会产出一千斤左右的河虾 或者小龙虾 传统的打捞方法超级麻烦 要一趟一趟人走来走去 非常折腾 但是如果是无人机的话 可以像这样把它一次性全部掉出来 这一次因为虾还没熟 李思维鲍鱼糖的想法没有办法实现 但是对于农民伯伯和婶婶来说 将来是真的能够用无人机 来享受收获的喜悦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现在你也应该知道了 大江不仅仅只有这样的无人机 还有这样的无人机 你觉得什么感觉 带派 真的是很带派 就是从玩笑的角度以外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中国有这样的企业 在打造这样的产品 帮助的不仅仅是一两个人 而是一大片 将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种农民 行业人员各种 这就是大江这家公司所在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会被三点转发 也务必去关注一下这种值得的产品 不是广告 真的很厉害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会订阅